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脑谱令中咱们将来要请求真实数据的 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呢 我一定要有一些数组的这样一些东西 那这块这个列表就会很长了 这也很正常 Data return一个 data list 这块写的都没有问题 跟之前写法是一样的 OK 然后这个数组中的话呢 有咱们的一二二三三三 那这样的话 你把这个东西给它便利出来行吗 有二然后二二 还是通过我们的V-4 对吧 在这里data in data list的 没有K值呀 咱们暂时还是使用这个data 来做了这个K值 打印一下之后 保存我们这个列表选出来 在not print页面上 对吧 是没有问题的 下面是点击之后跳转页面 这个问题 一般到这一块来说 都知道说我会这一块的 点击跳转 不就这样来做吗 绑定好点击事件 ant click等于 hand click 把当前id给传回去 咱们没有id 咱们可以传的是这一个data 这个值啊 data.id将来应该是 好把这个方法给写好了 写在我们这个 messers里面 咱们有一个handle click 这样一个方法 正常保定事件 这都没有问题 跳转页面 怎么跳呢 z4.dollar router.push 你会发现跟之前的 居然一模一样 咱们先测一个 能跳转不 比如说我往那个斜杆 c里面进行跳转 咱们看能不能跳转过去 接下来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点一下 跳转 还真的好用啊 能跳转 所以说你就放心吧 怎么跳转呢 写好这个detail组件一会儿 然后把这个id的话呢 顺带的给它传过去 所以我希望一会儿 咱们一点击之后 朝detail这个动态路由 进行跳转 这样一个问题 点击之后跳转 一一带过来了 二带过来了 关键是你detail组件 没有写呀 所以说在这一块 利用刚才的这个原理来看的话 好像是写这个detail组件 挺简单 只要在这个配置容器下 写一个我们这个detail.voe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注意呀 如果我直接写的是一个detail.voe 然后的话呢 我把这个C里面 这段代码给它复价表示 我是detail 这个路由喜好真的很简单 我现在detail肯定活了 喜欢detail 就是你的这个组件 加载出来 没有问题的detail组件 但现在问题是 你现在是带着这个ID跳转的 咱们以后一会儿又有ID 我一刷新 肯定是找不到的 那这样的话呢 怎么办呢 对吧 你现在跳转之后 肯定是找不到的 因为你没有这个二级路由 所以说应该在我们的这个 建一个同名的文件夹 也要起成一个detail呗 然后在detail里面的话呢 我得起几万个ID.voe 对吧 几万个这个什么411.voe 那这样就能找到了 你知道这肯定是不科学的 这动态路由一定不能这么去写 动态路由怎么去写呢 在这里也是不需要去写做代码的 只需要在你的文件中 创建一个detail文件夹 文件夹中起一个voe的名字 一定不能是写死的 你不能写成一个a.voe 下滑线ID固定的下滑线ID ID 这块可以改成maiID crumid都没有问题 但下滑线你要加 这标识 这个组件是一个动态组件 所以说你的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怎么来做的呢 在这里 把这个detail.voe给删掉 这个不能留啊 这个不能留 只留一个detail文件夹 明白吗 detail文件夹中里面再新建一个文件 叫下滑线maiid.voe 你看我起的是maiid呀 对不对 那在这里的话呢 把那条代码给它复制过来 叫做detail 那这会咱们保存一下 看一下 我在跳转的时候呢 这个路由会被自动编译成一个动态路由 能跳转成功吗 回到我们的这个页面中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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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里面来 这个localhost3000 点击跳转页面的时候呢 逮跳 哎 真的可以了 二真的可以了 三三真的可以了 所以说现在相当于动态路由跳转已经成功了 最后一件事 我在动态路由中 怎么获取 传过来这个参数 之前怎么获取呢 之前我们 我们在这个组件中的话 我记得 直接通过的是这个叫做 z4.$f root.pamers.myid 因为这块起了是myid 所以就写上myid z4又不用敲 那这样跟之前是一样的吗 保存之后 咱们来测一把 跟之前就是一样的 所以获取动态路由的方式的话 也是一样的 111 这样就把这个id值给获取到了 所以在详程页面中 你要做的还是基于传过来的这个id 去我们的后端要数据 所以这就是咱们所要说的 关于动态路由这一块 我们没有写太多代码 对吧 因为它不需要写你的路由配置代码 只需要把这个动态路由 起好一个文件夹的名字 里面的文件一定是下滑线开头的 下滑线开头表示是 动态路由 所以鞋杆这一条鞋杆 什么都可以进到这个组件来 再去通过这里面来获取 我们传过来的这个id这样一个值 就能够实现我们动态路由传参 这样一个功能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动态路由跳转 以及动态路由残参 以及动态路由配置这一块 OK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